白色修旅車開進巷子 時空暴衝 先是往右撞上準備開進停車場的轎車 接著往左偏移 猛力撞進路邊一間小灘 舉大聲響 嚇得路人四處逃竄 被撞的是一間杏仁攤老店 重返現場 桌子物品被撞得東倒西歪 肇事修旅車 後照鏡掉落 車頭毀損 可見撞擊力道相當猛烈 自己好像也有一點可能灑住在裡面 我看是路人在幫他開車門 這起嚴重車禍 發生在9號中午12點多 台北市大同區 狭海城隍廟旁的迪化街 搭到城商圈 觀光客人潮眾多 剛好又是午餐時間 教授的靈性女駕駛疑似物把油門當煞車 踩錯邊暴衝 在地知名美食 杏仁茶攤老闆娘當下就坐在裡面吃午餐 突然叫車撞進來 導致他四肢擦錯傷 送醫治療 這拋給你們是可以嚇到 受警方針對女駕駛實施酒測 沒有酒駕 是不是一時惶神 踩錯油門釀貨 又帶離情 375 郭桑 陳銀萱 台北超播